4月1日,星期二得到早晨,我是新聞報道員小碑 香港人移民成為熱話,大家都可能還在想,可不可以英國好呢? 而那妹又出擊來現在,她的題目是 最悔莫及,難來物價高漲,而應BNO苦不堪然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她們說什麼,和我這邊的生活 和她比較的說話有什麼差距,或者有哪些是對或是不對的 《大公報》這報導就是,《大公報》指,綜合金融時報 英國每日快報報導,英國日前公布2月消費者價格指數 飄升至6.2%,超過1月的5.5%,再創30年新高 而根據資產管理公司ABRDN 的一項調查顯示 由於生活成本上升和養料金儲蓄不足 在2022年退休的英國獎者,有三分之二打算繼續工作 很多拿著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移居英國的香港人,也在網絡上訴苦,說她們生活艱難 英國央行行長貝利在28日更警告說,由於螺旋式上升通脹和能源價格上漲 英國人的收入將遭遇歷史性衝擊,鑑於通脹已站在30年高位,而且 鵝烏衝突將推高能源價格,預計通脹將進一步抬升 英國智庫決議基金會更指出,普通家庭在2022年生活成本 有可能增加至少12000英鎊一年,即大約12000港幣 除了食品價格大幅上漲之外,英國當局4月還將上調能源價格,加徵國民保險稅和市政稅等 即Council Tax 國民保險即National Insurance 你上班,你的薪水便自動扣了National Insurance 而英國慈善組織國家能源行動表示,預計4月將有650萬個英國家庭陷入燃料貧困 好了,這裡有幾點想講的關於燃油價格上升問題 燃油價格上升是全球的趨勢 香港的電費昨天已經宣布了港燈會加7% 而中電會加5.8% 當然這個加幅沒有英國那麼強,英國的電費一向出名貴 現在還加了接近80.9% 面對英國持續高期的物價,很多移民英國的香港人也在網絡上酷素生活困難 其實加電費在去年年尾已經開始說了 而英國的市民大家都非常關心這件事,亦覺得非常大的負擔 未加價之前,我英國的朋友就跟我說他們盡量不開暖氣 更何況現在加了價? Boris Johnson 約翰遜現在正在商討著,會否有可能減少電費稅項呢? 這個電費稅項是每張bills 都要交的5% 是你要交的電費5% 例子就是,我上一張bills 是79磅 79磅的5%是3.78磅 即是Boris Johnson 聊著,如果可以減免這3.78磅 是否可以幫到大家呢? 那我自己就覺得,有比沒有好 而食品價的大幅上進這件事,我暫時不太覺得交得很厲害 因爲我每個月都記錄自己花了多少錢 我亦不覺得我有任何 extra的洗費多了關於食物那裏 因爲我剛來的時候,我已經覺得英國的食物便宜香港一大折 甚至它加少許價,我也不覺得它真貴 因爲我之前的節目都跟大家說 在食物,如果你真的經常在家裡煮飯 你的主要食糧是來自家裡的主食 這件事就不需要太擔心,因爲這個開支實在真的很低 好了,接著就跟大家說 這個藍媒如何在coach 一些香港人在網絡上哭訴生活有多艱難 他就說一個網友Alina Marston 在社交平台Facebook 表示 英國人工一點上帳都沒有,物價不斷走高 政府現在又想在中產開刀 他感嘆今年的生活將會更加艱難 而另一個移民去英格蘭Lease 的網友亦表示 自己的電費基本價格升了80.9% 看到新的帳單之後,覺得好苦不堪然 更有人直然後悔移民英國,這是他們想說的重點 他就說一頓飯就要用200元以上 當初不知為何要過來 首先講講他說上升了的帳單 我剛剛也和自己的帳單計算了一次 這樣數字也接近 基本上我們是在大概兩個月前 就會收到我們本身的Energy 公司的一張 預測加價後,憑你之前的用量history 就會看到你加價後要付多少錢電費 我本身之前一年的用量是1185磅 加了價後,我一年的用量是要付2359磅 加了價當然不開心 但去不去到生活艱難,我自己就未有這個感覺 這些真是生活難不難,或者覺得苦不苦 全部都是很個人的一種感覺 但你問我有沒有後悔來英國呢?我絕對沒有 我200%跟你說絕對沒有 很多香港人習慣將香港的價格和英國比較 但他們從來不會將香港的樓價和英國比較 兩個多元錢就吃到兩塊素格蘭的上等牛肉 他們又不說這些 就是偏偏他們就不斷計劃,哪一樣貴了? 我這些都會說,但問題上就是 會不會因為電費加了價而覺得很後悔來英國呢? 我就很有質疑了 這個電費加價絕對不只是由中產開到 所有英國住在英國的市民都需要給這個加了價的電費 英國最低工資是否沒有加價呢?又不是的 因為23歲或以上之前的工資一個小時是8.91磅 由4月1日開始就已經加到9.5磅一個小時 所以剛才那句他說工資沒有加過不是一個事實 好,繼續,他就說彭博洗日前採訪了疑英香港人 報導就說基本上所有受訪者都在來到英國之前變賣了所有財產 拿著50萬至500萬港元不等的資金 而英國的港人劉先生夫婦更表示 很多香港人在英國從事不熟悉的工作 即使有經驗和資格,工資往往都低 劉先生夫婦的收入就大不如前 他就說,陳女士夫妻以400萬港元的價格賣了他們在香港房產後移民去倫敦 他的丈夫 Steven 打算保住他的IT工作,但減了50% 另一個香港人 Steve 說 他和老婆在香港的總收入超過100萬港元 我真的很想知道他做甚麼工作,有100萬港元 但移民英國後,由於沒有人照顧小孩 於是他太太不能出來工作,所以收入大減 這裡又說說一點意見 基本上如果不是專業人士來到英國 必定會做些不熟悉的工作 我認識不少專業人士之前在香港做護士 但來到也寧願做一些比較輕便的工作 例如說做郵差,因為他覺得比較自由和沒有壓力 認為香港的護士工資高於英國很多 既然如此,但要受同樣大的壓力 因為做護士真的要負責人命 於是他就決定專項,還做得很開心 所以這個例子就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選擇的問題 你來到英國之前 其實都應該預料自己是未必做得回這一行 我當大家不是做律師醫生這些行業 律師醫生在英國當然是可以做得回 所以根本大家要有定心理準備 做不回自己的行業 我亦認識一些人,他們覺得 無所謂,我來做些甚麼都無所謂 於是他們覺得做一些酒店的雜務 都覺得做得很開心 現在有一個工種很缺人 就是home attendance home attendance 即是在酒店做執房 要負責清潔和洗洗手間 但他就覺得,我來到英國 我便覺得自己從頭開始 我自己又沒有甚麼技能 我來到英國已經覺得很開心 於是他就不介意做這些工種 我便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思想 亦都見到有些blogger 本身在香港做文職 來到英國後讀一個水電的課程 現在已經可以成功轉行 你這件事就想跟大家說說 是你的取捨 或是你的能力問題 其實真是很簡單 坦白說,你在英國的人工 一定沒有香港那麼多 於是為何我那麼多專業人士 你或是在打政府工的朋友 決定留在香港就是這個原因 如果每次都用香港人工 和英國人工比較 或是我在香港做甚麼manager 或是甚麼民員 來到英國做不到民員 要做男嶺或cashier 覺得很屈袖 我覺得你便不要來英國 更何況在英國 如果本身你不是專業人士 你所有人都應該start over 你香港的經驗未必被人 人家當作經驗 所有事都要從頭開始 真是有定心理準備 我在很多英國移民群組 看到很多人便說 我可否帶一個工人來 我就覺得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這些藍絲 我真的覺得很沒腦 因為你也知道 英國的最低工資剛剛說了 已經是九點多磅 你如果帶一個工人姐姐過來 她用甚麼visa過來呢? 第一 第二就是 你可否給他人工 你給他24小時 人工 繼續報導 另外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由於通脹高企 物價飛漲 ABRDN對於計劃 2022年退休的英國長者 進行調查發現 66%受訪者打算在退休後繼續工作 在去年的一項類似研究中 這個比例略高於50% 而在2022年這個比例只有34% 意味著計劃退休後繼續工作的英國長者比例 在兩年之內增加了接近一倍 英國養老金和終身儲蓄協會 PLSA指出 每個人每年至少需要109000英鎊 即大約11.2萬港幣 才能達到最低生活標準 目前的英國國家養老金是9339英鎊 退休的人士如果要覺得舒適 需要用儲蓄或私人資助的養老金來幫助 儲蓄平台互動投資者的研究更指出 今年平均能源帳單的增長 預計將達到693英鎊 是基本國家養老金增長的三倍有多 我又有些事想補充 這個長者後退休繼續工作 我便想到兩個原因 第一是因為我做義工 有接觸很多長者 他們每個人都很希望退休後非常活動 亦不想被人遺忘 於是他們很想自己活躍在社交圈 甚至做一些兼職工作 令自己有社交生活 而很多超級市場特別留下位置給長者做 因為他們非常尊重長者出來工作的權利 而很多長者真的很願意出來工作 我之前有一個經驗就是去超級市場付錢 有一個長者做收銀 她真的做得慢些但我絕對沒有問題 而他們的公司亦沒有一些管理 然後站在旁邊監察著她覺得她做得慢 或者怎樣 任她根據她自己的能力來做事 我非常欣賞 而剛剛我買了一杯咖啡 她便有點害怕 因為其實她好像是新手 很多東西好像剛剛上手這樣 於是她便跟我說 不好意思 我忘記了這些咖啡多少錢 我要先看看我的筆記 於是她的桌上拿一張手寫的紙 看看這杯咖啡多少錢 但一直在跟我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當然跟她聊天 我便說沒有問題 其實我覺得 你慢慢來也無所謂 我也不急的 這樣跟她聊天後 她便很放心 亦非常開心 我覺得她如飾重複 我覺得人應該這樣 一個長者不應該因為她年紀大 而失去了任何尊嚴 或者失去了工作尊嚴 大家看看香港的長者 生活在什麼境地 我很肯定 香港的企業會歧視年紀大的人 因為我之前做的公司 算是一間大的公司 不是中層的管理 大粒那些 她們去到五十歲左右 都非常害怕被人解僱 而我們公司的文化 就是一年解僱一次人 是大解僱 於年制 看著她們有多害怕被人解僱 我便覺得心很難受 這就是香港的社會 香港人的作用就是 老便無所依 香港人老了 你覺得你可以找到什麼工作呢? 你可以做到收銀嗎? 香港的企業都是歧視年紀大的人 若非怎會這麼多公公婆婆 走去做撿紙皮 走去廁所 幫人洗廁了 還得不到好好的休息 得不到好的待遇 人工還要十分低 香港亦沒有退休金 只有水果金 只有一千多元有用嗎? 對於這些藍梅 又說移民有什麼不好 有什麼不好 就將它擴大來說 這些已經司空見慣了 英國一個福利國家 一定不會餓得死人 在我的區域已經見到很多food bank food bank 即食物銀行 食物真的可以任取 在所有超市 以許多個收銀外面的地方 都有一個很大的藍 都是些人捐贈的食物 你有需要都可以在那裡取 而總結剛才所說的這麼大篇文 我就想說 你自己計下 你日常生活在香港 計上租金或公樓的開支 加上水電煤或食物的開支 交通費、逛街吃飯 你一個月花多少錢 你計完後 你就會覺得 在英國的加價電費 並不是一個大的成本 更何況 走來英國的一定有自己的理念 不想留在香港做韭菜 亦不想 在這個極權政府之下忍辱受眾 相反我覺得 反而是香港 做事更加沒有保障 因為用完即棄 是佛仙島的未來 所以 有得必有失 大家衡量下 你自己是想要些什麼 你想保住你幾萬元的人工 留在香港 忍在這個極權政府的統治 沒有言論自由 出入自由 出入境自由 還是你報一報 來到英國重新開始 但你起碼有言論自由 有一個人身尊嚴 亦不怕你老了會沒事做 這也是一個取捨的問題 我留在香港的朋友 有大部份選擇做一個駝鳥 因為如果日日看新聞 肯定會眼火爆 他們情願 不看算了 做一個講豬 另一些就是感怒不感言 他知道現在發生什麼事 但他亦無法離開香港 因為他覺得不捨得人工 我亦有部份的朋友 除了一份工資外 都是為了照顧兩老 因為老人家不願意離開香港 他們無可能掉下他們 所以基本上 我都非常尊重留在香港的朋友 如果來到英國 就需要一個破釜沉舟 以及別什麼都與香港比較的 一個Mentality 才能生活下去 我在此想和大家介紹一套新加坡紀錄片 現在沒有港台做一些Documentary紀錄片給大家看 剛剛看的一個非常精彩 也想大家欣賞一下 這就是一個新加坡傳媒CNA Insider 跟蹤幾個香港家庭來到英國之後的生活如何 題目就是One Way 我CAP了圖給大家看 大家真的要去看看 因為真的很好看 在這裏又說說 雖然今天已經做了15分鐘 這裏已經去到 但我真的覺得這個Documentary很值得說 我最想說的就是Fiona夫婦 這對夫婦 Fiona的英文不太好 說話嘻嘻嘻嘻嘻 不是真的好搞得一句完整的英文句子 說話亦不流暢 但他非常有心思學 而且他真是第一份工 就找了一份造工廠的包裝工 但在機緣合合之下 他便可以轉到文職做一些HR 的工作 幫他公司招請香港人 而他的英文水平 絕對是之後提升了 大家可以看看Part 2 我便覺得這就是一種香港精神 我便覺得香港人應該抱有這種心態 本身你可能底部不太好 但你努力學習 你努力向上去爭取一些你想做的事 你便可以發揮到 因為我覺得 在英國你只要開始了第一步 其實以香港人的性格 進取心 和本身的學習能力 我覺得不難坐穩一個位 或者有晉升機會 非常欣賞Fiona 我覺得香港人來到英國 是應該有這種態度 他還一個人照顧三個小孩子 是三個 為何我講三個 就是因為本身他有一兒一女小孩子 但第三個就是他老公 為何我講他老公呢 因為他老公來到後 在影片中看到是比較懶散 和好像什麼都依賴老婆 就真的好像沒有什麼主見 什麼都要等老婆拍板 但實際上是因為他自己懶 不肯自己做Decision Making 再加上他的先生 本身比他英文更差 所以他更加依賴他老婆 好像變成一個小孩子 那樣 最初的態度給我覺得有點懶散 和好像有點不負責任 因為他什麼都要求買最好 買電器又要買最好 而他們這家人 亦都在這個報道說 50萬拿到過來三個月就花光了 私人估計 為什麼他可以三個月 花光了50萬這麼厲害呢 我猜他因為租樓要Pay off 一年或半年的租金 我猜他已經沒有十多萬港幣 然後他一次過買兩架車 他還要買一些車 是十多萬港幣一架 他絕對不為自己省和 亦都說要買好的電器 他老公這樣說 如果這個budget這麼有限 一家四口帶50萬過來 以這樣的流水式洗錢的方式 肯定是很快沒有錢的 他老公在此嫌這個嫌那樣 又說這家屋小 又說電器要買最好 我這樣就不是想中傷這位先生 而是想說他是一個非常典型的香港人例子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來到這裏 都有這些負面情緒 即是可能因為覺得在這裏 找不到工作或工作不如意 就在怨那樣怨那樣 但可能這件事不是真的事實 例如說這家屋肯定 就不會比香港更小 即是爛位Fiona 好像臭仔那樣臭她 但後來她似乎找到自己的路向 覺得是一個很鼓勵性的例子 她不懂英文 但後來可能她老婆要她學 或生活上被迫 她就終於學會怎樣點菜 而她就做一些delivery的工作 因為她本身會駕駛 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也算是一件好事 因為這個先生本身是這樣的性 從後來的part 2 變成略為有些積極 我都覺得是一個好的轉變 而根據她真的不太懂英文 我甚至覺得她的英文 是中午程度都沒有的英文 但也因為會駕駛 算是一個非常好的技能 於是她在英國都可以站穩 於是這兩夫婦 終於找到她們要的老坑 可以在英國繼續安穩地生活 今天的新聞就這麼多了 我今天的主題 只是說移民 不知道會不會太悶 麻煩你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好了 明天見 拜拜